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学习进阶算法应运课程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详细的介绍了这个backpropagation算法 它的具体步骤以及它的四个重要公式 那么在了解它之后呢,我们在这节课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我们在python里面来实现这个backpropagation的算法 这个backpropagation的算法呢,在这个整个neural network 包括这个deep learning里面算是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算法 因为我们在用gradient descent,也就是t度下降算法 来求解这个neural network的时候呢,主要用到的方法就是backpropagation 好,所以在我们上两节课详细了解它的算法如何工作的情况下 这节课我们跟大家把这个backpropagation的python实现代码 跟大家一块来解释一下 因为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上两节课之前在给大家介绍neural network里面的代码的时候 其中有一步重要的一步就是在我们更新我们的这个minibatch的时候呢 我们说我们调用了一个这个backpropagation的算法是吧 就是说但是我们并没有给大家解释这个backpropagation 就是我们调用的这个方程它是怎么来实现的 那因为这个算法比较复杂 所以就说上一节课呢我们是为了跟大家把这个代码实现之前呢 跟大家详细的了解它的算法是怎么工作是吧 一旦了解它算法原理的话呢实现起来就容易多了 好,那么现在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还记得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两个这个t度下降里面算法 最后得出的结论这个更新的公式啊 也就是对于我们的权重来讲呢 我们它要更新成这个wk减去是吧 就是权重本身的值减去这个前面这个叫eta 我们也会叫做n它叫learning rate 也就是我们的学习率 然后我们对这个以cost function c为目标 我们分别对这个wk啊和这个呃对这个权重以及对偏向求偏导数是吧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更新法则 然后我们这个backpropagation的算法 它的目的其实就是我帮助我们来算cost function对于权重w和对于这个偏向b它的偏导数是吧 好,我们来回顾一下 上一节课我们之前给大家解释了这个在这个我们network定义的这个类的定义里面 我们的这个updateminibash这一步啊 我们在这个里详细了解了backpropagation算法以后 我们再稍微回顾一下这一步 因为这一步紧接着就是我们要调用这个backpropagation算法 所以在这一步呢我们这个方程它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传入两个参数 一个是这个minibatch 就是我们把这个我们大家记得我们用的是这个随机的梯度下降 也就是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那么呢我们把这个我们训练的集分了很多很多块小块小块是吧 因为它整个包含的x的训练的实力太多了 所以呢我们把它分成了一个一个minibatch 那我们传进来的参数的就是一个minibatch 还有一个就是ETA ETA就是我们赵理智的这个学习率啊 就是learning rate 这个是我们人工设置的 好,那我们这个函数的目标是什么呢 这个updateminibatch 我们的目的就是说这个update net worth weights and bias 是吧就是说这一步就是关键的一步 我们如何来更新这个权重和和这个偏向就是weight和bias是吧 通过用这个backpropagation的算法是吧 对于一个single的minibatch 就是我们传进来一个minibatch和这个学习率 我们就把这个weight和bias全部更新一遍是吧 然后下次我们再传进来一个minibatch我们再更新 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啊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我们minibatch这个数据 它的类型呢 它是一个list是吧 我们上次给大家展示过 它list里面是很多组的圆组tuple 每一个tuple呢是一对X和Y 那么X呢在这里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minist数据集上面表示的含义呢 就是一个 784为的一个向量是吧 Y呢指的是我们这个实位的向量 也就是分别表示了字母 数字0到9是吧 然后ETA呢是我们的learning rate 所以我们的目标呢是要 把这个权重和偏向全部更新一遍是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上节课我们介绍过 但是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 首先这个nabla 这个nabla b呢 它nabla其实指的这个就是我们希腊字母符号 这个倒三角就是上之前我们跟大家不断介绍了这个要求这个gradient 是吧我们求这个t度它的这个gradient的时候我们用的其实这个符号就是nabla 那我们首先呢就是初始化一个nabla对于就是我们的cost function的gradient呢 它这相对于b它的这个变化 那么我们就根据这个把矩阵出始为0 然后我们的这个形状呢是跟我们bias这个矩阵的形状是一样的 对于每一层是吧 我们有一个bias 所以呢 forb就是bias这个偏向 在这个bias所有的bias里面我们每一个都初始化一个这样跟b的这个形状一样 就是它的它的这个几乘几的这个形状一样的一个囊牌array 然后它的这个初始化的值全部是0是吧 所以呢我们是用来它来后来来装下我们后来所要求的这个偏导是吧 所以我们叫个nabla b和nabla w是吧 然后呢我们这个下面就开始对这个mini batch进行循环 也就是对每一mini batch里面的每一个这是一个实例是吧 x和它对应的标签y对每一对的x和y在mini batch里面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首先就是这一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我们要算偏导数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要对这个我们要算出来这个啊delta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我们定义的这个对于b和w求出来这个偏导数是吧delta 所以呢我们对这个delta的nabla和针对这个bias和这个deltanabla针对这个weight 对它呢我们通过调用一个方程叫做backpropagation方法来求偏导数是吧 求出来的值就附在这两个值里面 那么我们传入的参数这是这个x和y是吧 就是当前的这个训练实例x和y 好那我们待会马上会给大家详细解释这个backpropagation算法的实现 我们先把这一点这个方程剩下的部分看完是吧 假设我们求出来这个偏导之后也就是说 在这个backpropagation里面是吧 就是我们求到求出来这个针对cost function相对于bbias和weight的偏导之后呢 我们干嘛呢大家记得我们这个函数呢是针对 每一个单独的实例x和y求出来是吧 但是我们把它要累加在一起 所以我们是用后面这两个function就是nabla b和w呢 是把我们每一次求到的这个delta b和w把它累积加进去 这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个偏导数是吧 得到了之后呢我们在最后就是等于说应用这个公式是吧 只不过我们用的是这个随机下击数下量的版本 所以要除一个m就是每一个mini batch的size 所以在这两步我们把偏导算出来之后呢 相对于bias和weight的偏导算出来之后呢 那么最后两步就是我们对应来更新这个weight和bias 更新的法则呢就跟我们这个方程类似是吧 首先对于weight来讲的话就是本身的w值减去一个eta 就是我们的学习率乘以什么呢 除以这个先除以这个因为我们用的是这个t度随机t度下降算法 所以我们除以的这个数是我们当前当前mini batch它的这个长度是吧 也就是说有多少个x在这个mini batch里面 也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这个m是吧 除以m之后然后我们再乘以这个nw 也就是我们算出来这个偏导数是吧 nw对于每一个的w和nw在这个nabla w里面 也就是我们存的这个偏导数里面 那对于这个bias也是同样的道理是吧 一模一样 只不过是我们把这个w换成b而已 我们也是同样减去这个学习率除以这个mini batch的size 然后乘以对于这个bias我们求出来的偏导是吧 也就是应用这个公式 这样呢我们就把所有的权重和偏向都更新了是吧 好 那么现在下面剩下呢 就问大家介绍就是一个关键的function 就是说在这一步我们中间调用了这个backprop 也就是说我们调用了这个backpropagation的算法 然后我们返回的呢 就是两个偏导数cost function 针对于bias和针对于weight 权重的偏导数 那么我们看一下如何来实现这个backpropagation 其实这里面呢就比较直接了 因为我们跟大家已经详细介绍了这个backpropagation的算法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完全是把算法机械化的翻译成我们的python代码就可以了 是吧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啊 所以呢在这个network这个类里面呢 我们定义一个function叫做这个backprop 然后呢它里面呢除了这个本身当前类的这样一个索引之外 我们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x一个y 这个好理解是吧 就是我们的这个 x呢和y呢分别指的是我们当前一个单独的实例是吧 我们看这传了一个单独的实例 就是x呢它是一个784位的一个向量 y是一个实位的 就是我们根据x和y 我们需要返回一个tuple 这个tuple是根据这个x和y 而算出来的cost function对于bias和weight的偏导数是吧 就是我们之前的目的 我们的backpropagation算法的目的就是为了算出来两个偏导数 好 那么也就是指的是这个cx nabla b和这个nabla w 那么我们返回的是一个就是layer by layer 一分一层一层的list of这个囊牌array 然后呢这个bias它的数据格式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呢第一步这个nabla b 我们还是给它初始化是吧 就是一个全部为0的一个矩阵 它的shape呢跟这个bias里面的每一层b的矩阵的这个shape是一样的 这个nabla w呢也是一样是吧 我们初始化 初始化之后我们开始干嘛 我们我们来回顾一下啊 我们看之前我们所说的这个 这里我把这个我们之前所讲过的这个backpropagation算法重新写了一遍 我们就可以对照文字和代码一遍一遍来对应来看啊 我们这个算法的实现 所以我们初始化之后呢 我们需要首先是需要正向走一遍是吧 从我们的输入层x正向的来更新这个神经网络 所以呢我们第一步是干嘛呢 是通过这个输入x来设置神经网络的输入层这个activation的a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的输入的x就把它复复复复到我们的这个神经网络上的输入层 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代码相对于来说啊 从从这开始就是我们开始正向的来传递 在使你网络更新一遍 所以首先我们定一个变量叫做activation activation的意思当然就是指的是我们这个activation就输入层的这个activation的值了 那我们知道我们输入层是怎么来初始化呢 就是根据它的每个activation的值就等于我们的传进来的这个训练实力x的值 所以我们直接把x的值负给这个activation就完了是吧 我们传入了这个训练实力x的值在这个识别数字的时候具体来讲的话 我们就是其实784维的一个向量把它负给这个activation 好那么下面我们在初始化另外一个定另外一个变量名啊叫activations 那这个activations呢其实指的就是我们所有的不光是第一层这个输入层啊 就是我们这个神经网络的所有层它存的这个activation的值是吧 这个这样是一个矩阵是一个matrix 就它是一个list 然后呢它它存的是所有的这个activation啊 那么我们首先呢初始化的时候我们只有 现在我们还没有开始给它一层一层加 就是说我们这个所要存的所有变这个activation里面只有 现在只有这个第一层是吧 也就是输入层的这个x把它转化成一个list 然后我们后面给这个list呢不断也会加一层一层的activation 会计算出来以后加进去 append进去是吧添加进去 好那这是我们初始化的activations 就等于先把第一个输入层的activations加进去 然后呢下面有个变量叫zs 我们之前还记得我们这讲的z呢 就是我们这个中间变量 也就是我们这个加全求和以后加b wx加b的这个值是吧 然后呢zs就是我们初始化一个空的list 让它来储存后面我们所有算出来的这个z vector是吧 一层一层分开 好那下面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 对于啊这个bias和weight 在这个bias和weight这个里面的matrix里面的我们干嘛呢 我们就正向更新等于说是吧 对于每一层大家看一下啊 首先呢 我们要我们要算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要算第一 这个中间中间变量z是吧 它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个点乘是吧 就是权重这个向量和activation是吧 然后呢加上个b是吧 就是wx加b其实就是 然后呢把这个中间变量的值算出来 中间变量的值算出来以后呢 我们把它append就是添加在这个z里面是吧 就把这个z添加到zs里面 zs是一个list python里面的一个list 我们每次算出来的一个z以后呢 就把它加到这个list里面是吧 所以我们就储存了所有的这个中间变量z 然后呢 下一步呢就是这个activation是吧 activation呢 我们看一下啊 对应一下 刚才我们算的这个dot 点乘的7就相当于这一步是吧 w和a相乘 然后加上一个b是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z累积性的加到这个zs里面 下一步呢 我们就是要算这个activation是吧 activation的话就根据sigmoid function来算是吧 就是这一步 我们要算activation的话 就是根据sigmoid function 把z当做这个中间变量传进去 当做输入 我们算出来就是activation 然后算出activation之后呢 我们就把activation加append 也就是说添加到我们之前所初始化的这个 叫做activations这个list里面 这样呢我们就完成了对这个网络的正向更新是吧 就是一步一步正向全部更算出来值了 算出来之后呢 我们现在需要往回反向的更新来更新我们的这个来算这个偏导是吧 就是说我们从输出层往回反向的更新是吧 我们看一下我们之间的算法在这写的是 是吧 我们正向更新结束以后第三步是计算输出层的error 然后根据这个呢 我们反向来更新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啊 对应一下我们之前学的公式和我们现在python的实现代码 首先呢我们要算这个error也就是这个delta是吧 根据我们的公式 是cost derivative activations 这个activations-1什么意思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1就是python里面的一个特殊的索引的一个用法指的是 从倒数的第几个是吧 activations它是一个list 那-1呢就是倒数第一个 这是一个比较python里面比较便捷的一个方式啊 就我们如果想找到倒数第一个最后一个 我们就直接用-1这样一个下标 就可以找到list里面的最后一个元素 那么假如说倒数第二个呢 我们不用写就是说正向的减去多少 我们直接写-2就可以了 就是这个负号的意思从回往前数第几个 好了 那么activations-1指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最后一层 这个activation值 也就是我们输出层的activation是吧 那它和y求这个derivative呢 其实指的就是我们这一部分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啊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这一部分是吧 我们还记得在对输出层来讲的话 我们这个c的gradient 它其实就相当于我们activation的输出层 activation其实是什么 就是我们把正向的把网络全部更新一遍以后 我们最最后一层输出层的这个期待值 算出来的值 然后这个y本身呢是我们传进去的是吧 就是我们真实的这个network里面 它的真实标签是多少 它们俩呢对它进行一个cost derivative这样一个运算呢 其实就是算出来的就是我们的c的gradient 然后呢我们要通过这种两两这个元素相成的这种方这种 乘法来乘以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啊 就是乘以这个啊 我们我们定一个function啊 后面会给大家解释 就是简单就是说来算这个sigma sigma它的prime它的导数 那么里面呢我们指的就是这个zs是吧 zs就是我们所有中间变量的z是吧 然后这个大家记得这个-1指的就是我们最后一层输出层 也就是我们这大写l这一层 所以我们就取我们zs 这个最后一层的z是吧 给它进行求导数运算sigma function求导数运算sigmoid prime就可以了 是吧 我们看一下sigma的prime我们会给大家解释啊 这个很简单 就是我们先给大家解释一下是吧 sigma sigma function就是我们标准的定义是吧 直接1除以一个1加上这个囊派里面对z进行负z进行这个意义的负z次方的运算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sigmoid prime也很简单 其实就直接我们就是来 因为我们sigma根据这个方程本身求导的话 其实我们求出来的这个 就是对这个方程求导求出来 结果就本来就是变成了sigmoidz乘以1减去sigmoidz是吧 就我们把这sigmoid function本身定义出来 把它的导数也定义出来 那么这个导数大家自己可以下去验证一下 就是如果对1除以1加上1的负z次方求导 以z为变量求导的话 求出来导数就是这样一个性 就是这样一个表达式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都定义出来 那么所以在这一步我们直接就可以调用这个 在我们需要算sigma的导数的时候 我们直接就可以调用刚才定义这个方程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在这一步呢 我们就叫做sigmoid prime是吧 然后在最后一层就输出层的z作为输入来计算它的导数 好的 那么完了之后呢 我们干嘛 我们看一下 我们就完成了这一步的进运算是吧 现在我们就需要反向的来更新这个 arrow 看一下啊 反 我们来反向的更新这个 arrow 反向更新的 arrow的公式在哪里呢 首先我们需要 我们已经算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 输出的这个 对于C对于W和对于B的偏导就可以算出来 因为我们把这个 arrow已经算出来 等于说对于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给他乘以一个 前一层的这个activation的值就可以了 我们看到对于这个bias呢 直接就是我们算出来的这个 arrow是吧 这个delta 所以我们看一下在我们对输出层 进层运算结束之后 我们直接就可以把这两个 两更新输出层的这两个 arrow更新 也就是说一个呢 他输出层的这个 arrow 对于bias来说呢 他就等于我们之前算出来这个delta 是吧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公式 是吧 这个输出层 他cost 对于这个b来说 他就等于这个我们之前算出来这个delta 那么对于wait来讲呢 他就等于一个成绩是吧 就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delta呢 乘以这个倒数第二层的这个activation 乘以他的转制 拒进转制 是吧 这就是对于这个bias和wait 他的分别的这个更新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从出层之后呢 我们开始从倒数第二层往回开始更新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循环 我们注意一下啊 这个l 我们用到这个l 和我们之前讲公式的l 它的定义是相反的 也就是说 之前我们讲公式的时候说的是l 它是从1开始是吧 123 这个1指的就是第一层 就是神经网络的第一层 第二层第三层 但是这时候 因为我们需要从输出层往回反向的更新 所以呢 我们这个l 它的含义就变了一点 当l等于1的时候 其实我们指的是倒数第一层是吧 所以我们l现在 l现在循环的是从第二层循环 因为我们看我们里面这个 用到l的时候 前面都有个负号 就是等于说 我们现在把l 让它等于2开始的时候 我们把 就指的是倒数第二层 这个l的含义跟之前稍有区别啊 就是一个方向的关系 就我们现在是反向更新 从输出层往回更新 所以呢 这个l是从2开始循环是吧 然后一直到这个 number of layers 就是我们多少层 就是更新到我们 比如说最回 最往回的这个初始层 是吧 好的 那么首先呢 我们把z先更新一下是吧 zs我们之前已经算出来了 所以z呢 就等于zs的这个最后一个一层的对应的值 然后呢 我们再算这个sigmoid的prime 是吧 也就是z对他求这个sigmoid function 求导数 那我们算出来就是sp 就是这个这个方程 就是刚才我们定义的这个sigmoid prime 是吧 我们刚才给大家解释的这个底下这个function 好 然后下一步呢 我们需要更新这个delta 是吧 delta这一步 就是我们根据我们之前导出来这个方程来更新 我们看一下 首先呢 是我们这个权重 是吧 权重的这个 对于 权重 就是这里面这个加一指的是 我们 根据这个 后面一层更新前面一层 是吧 所以我们这儿呢 就是变成了 负一加一 就是我们下面一层 是吧 然后呢 他的这个权重的转置 是吧 我们看到这个大写t啊 他的transpose 然后呢 还有 和什么进行运算呢 和delta 也就是我们这个 这里的delta 是吧 所以呢 我们对他进行这个点乘 运算之后呢 然后我们再乘以一个sp sp就是我们这个sigma 对于z的 sigma的导数 是吧 对z 中间变量求导数 好 这一步就是关键的一步 对应的我们就是这个公式 那么这个结束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 那 完了以后我们就需要把这个nabla b 也就是我们的偏导 直接算出来 然后输出就可以了 那nabla b呢 我们看到根据这个公式 是吧 我们是c cost c 对b求导 就等于我们算出来这个delta 所以我们直接在这儿 把delta负在这个值上面就好了 然后对于w呢 我们要进行一个点乘的运算 也就是说我们的activation 它的转置是吧 矩阵和delta相乘 就是我们的这个cost function 相对于bias 权重的一个偏导数 等于说最终我们要的两个结果 就是这两个结果 然后我们最后方程return 就是返回这两个结果 就把偏导求出来了 是吧 这样就跟我们之前讲的这个方式 连接起来了 求出来偏导之后 我们看到返回的在这里 是吧 就是我们在这里调用backprop 求出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对mini bash 进行更新了 好的 那么到截止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就等于说把这个 neural network里面的所有的function 大家都解释了一点 也就是说我们同学就可以 自己动手 可以实现一个这个神经网络 把里面所有的这个function 都理解是什么意思了 是吧 我们之前刚才靠的这三个function 跟大家说了 是吧 就是一个是这个sigmoid 一个是sigmoid prime 还有一个cost derivative 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传入不是一个activation吗 就是我们最初出层的这个activation 激活的值和这个真实的y 然后呢 其实我们返回的就是一个 vector of partial derivative 就是求一个偏导 其实我们返回的就是太阳的这个差值 就是output 对于输出层来讲的话 它其实它的导数就等于这个output输出层的这个偏导数减去y 好的 那么在这我们就解释完毕了所有这个神经网络里面牵扯到的算法 它的代码实现 同学们希望下去自己动手来实现一遍这个代码 深刻理解它这个意思 因为后面的我们这都是以这些前面讲过的这些基础为核心来进行不断的改进 那么其实核心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gradient descent t2下降算法 backpropagation神经网络是吧 主要就是这两个部分 好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之前说这个我们用backpropagation算法是为了快是吧 因为我们求偏导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也可以有不同的方法来求偏导 那么我们为什么 就是用了backpropagation算法之后它就会变快呢 好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里面的原因是什么啊 首先呢 假设我们这个backpropagation是为了在这个t2下降算法gradient descent里面来 来求这个对于cost function对于weight权重和cost function对于这个bias偏向来求偏导是吧 那么如果微积分的话 我们要用到这个惩罚法则 它就展开的话会非常复杂 它不太适用 那么如果第二种思路我们能不能这样想 就是说我们把cost函数只当作是权重weight这样一个函数 然后我们定义这样一个偏导 就是说根据导数的定义是吧 就是说如果这个cost function它是这个权重weight的一个函数的话呢 那它的偏导就可以约等于为 我们有一个假设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数值叫epsilon 就是我们数学量讲的就是无限趋向于0的一个小的正数啊 epsilon它乘以这个E E值的就是在J的这个方向的一个单位向量啊 它们两个相乘加上给W这个weight加上一个小小的值 然后给它根据它来算出来这个cost减去根据W算出来这个cost 然后再除以我们加的这个小小的这个epsilon 它其实就是我们偏导的定义是吧 那我们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这样来算呢 我们这样根据原始的定义来算的话应该也可以啊 我们可能不需要用到这个back propagation对不对 但为什么这种方法跟back propagation比它比较慢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看似这个方法是可以 但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我们如何计算 如果假如说我们用这个公式来计算偏导数的话 就在具体计算的时候 假设我们假设这个神经网络 因为我们之前举的例子都是很简单神经网络 但是在具体这个深度学习的时候 我们将会有更多的这个层数是吧 每一层上有很多的这个神经元 那么假设我们一个某一个神经网络 有一百万个这个权重是吧 也就是有一百一百万个这个连线是吧 还有很多神经元 它之间这个连线加起来一共有一百万个 那么对于每一个权重 每一个连线呢 我们都需要便利一遍神经网络来计算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不是要通过这个公式来 来估计这个偏就是偏导数吗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任何一个weight是吧 我们这个神经网络中一共有一百万个这个w 这个weight 每一次对于一个weight 我们都要把它带入到神经网络里面 然后一层一层更新 最后算出来它的cost 对吧 它加上一个小值之后 我们假如说我们这个连线在这条线 那我们把它带进去之后 要一层一层更新 算出来最后的这个output 我们才知道这个cost是吧 那这个cost呢 再减去把它本身带进去 对这个cost 再除以e 才能算出来这个cost的值 但是我们想一下 我们一共有一百万个w 对于每一个w 我们都要便利一遍神经网络 这个神经网络也很深是吧 才能算出来 所以我们一共要便利多少次呢 等于说我们一共要便利一百万次 就是根据某一个输入值 我们要通过它的加全 全值 一直往前算 更新到神经网络的最输出层 这才便利了一遍是吧 所以对于这一百万个权重 我们要便利神经网络一百万次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计算量 是吧 因为我们知道便利一次的话 计算量就不会小 所以呢 这样的话 其实是一种不现实的一种复杂度 而且何况我们这样便利 仅仅仅是对于一个训练实例 x和y是吧 我们这个训练机里面还有 可能是成千上万的x和y 所以这样的计算量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是不太现实的 那同学们可能会想 那为什么back propagation就 它就快呢 它的优势在哪里呢 其实这个back propagation 优势主要在于 就是我们在 不是正向更新一次 反向更新一次 我们就把所有的加全值都更新了一遍 我们只需要便利 等于说两次 正向一次 反向一次 这是两次和一百万次的区别 大家理解一下 就是说 我们在便利一遍的过程中 可以同时把所有的权种都更新一次 是吧 不用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种算法 如果我们用这个公式来算的话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进行每一个加全值 就是要算它的偏导数的时候 我都要根据它把这个神经网络要算一遍 才能算出来它的偏导 但是back propagation的不同在于 我们只要便利神经网络一遍 就是从最初走到最后 这一遍下来 我们就把所有的加全值都算出来了 就把偏导数就算出来了 是吧 所以就是一正一反 只要两遍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cost function 对于这加全值 就算出来了 那么同理呢 我们只要再来回走 走一遍 便利一遍的话 一共是两遍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cost function 对于bias 也就是偏好的偏导数就算出来了 所以我们看到 这就是back propagation最大的优势 它就是速度要快很多很多 这也就是为什么back propagation 现在成为主要我们在解决神经网络算法里面的时候 的一个主要算法 就是我们在gradient descent T2下降里面算法的时候 我们来更新权重的时候 需要算偏导 我们主要使用这个back propagation算法 好的 那么本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